都不进一步 没有老师会希望这样子 也就是说包括你们在内 说教了变了三年五年十年 红泽呢 一二十年 我教了基本的东西还不会 那你说我心里是什么感觉 健身啊 我不是在陪你们健身啊 我是这样要你们明白一些东西 你能够做到 你健身去跟他们玩就好了 是这样子 而且你东西不做对 也不会健身啊 那么懂 所以你练拳 你们练拳到底是在干什么 所以我不搞团体 晓得吗 我不搞团团体嘛 什么原因 因为大部分这种初来教后来搞成团体 搞成团体变成什么 变成一种社交活动 变成社交活动 不对 你们来练是自己成长 这样不懂 你们成长了 你练成长了 人家看到了 哎 哎 你不一样哦 你会啊 对别人是激励啊 啊 是不是这样子 你去揣摩 你自己练揣摩 哎 哎 熟芬怎么现在练的不一样了 你还是谢谢他啊 你可以不要说 我到台北去跟一个何老师学 你可以不要讲 啊 哎呀 人做事情不要怕了 真是 人活着要坦坦荡荡的 要不懂 我们活着要坦坦荡荡的 我敢做的事就 敢做的事就不怕别人知道 这样怎么练 怎么练拳呢 知道了 哈 知道了 哈哈哈哈 城市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